在一个宁静的清晨 苏子和梅子兄妹俩决定去森林深处探险 他们带上了龙猫 那只巨大温暖且神秘的生物 他们走进茂密的森林 高耸的树木形成了一个苍翠的天棚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 撒下斑驳的光影 营造出一种阴异的氛围 你敢相信吗 这样一个儿童插画故事 我用了五分钟就把它制作了出来 并且还统一了它的画风 那今天小鱼就来教大家如何快速的 制作一个这样的一个插画 儿童故事短视频 哈喽大家好 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AI技术学堂 之前有朋友反馈 说AI绘图它的画风不能统一 出来的图片都不一样 风格都会有所不同 那今天小鱼就来 带大家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同时 并且来用AI制作一个视频 那么废话就不多说 直接开始没有订阅小鱼儿的朋友 记得订阅一下 并且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那这里制作这样一个视频 小鱼儿仅仅只用了三个AI工具 那非常简单 非常的容易 相信我们新手朋友 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你也可以轻松的做出来 用到的第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的一个恰GPT 它是小鱼儿非常常用的一个GPT 那包括用到的第二个工具 是我用的是一个密尖里 来帮我绘图 最后一个工具呢 就是用到的一个 FREAKY 那么最后一个工具呢 就是一个FREAKY AI 三个AI自动化创建一个故事 OK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步 首先第一步 就是用我们的GPT呢 帮我们创建一个提示词 整个故事当中呢 第一步是非常关键的 当我们的提示词写好之后 那后面的制作呢 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 千万不要眨眼睛 那么这里我用到的是一个GPT4O的一个模型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升级GPT的话 那我会在右上角和描述栏啊 给大家放一个GPT升级的一个教程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要画风统一 首先第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需要给出一个统一的一个风格 那么这里我的第一个提示词就是 请列出十个宫崎菌动画的场景 要清新自然的 我们这里直接发送给GPT 可以看到GPT它的一个工作速度 是非常的快 它就像我们时常生活的一个小助手一样 它可以帮你减轻很多 很多的一个工作负担 OK十个场景就帮我们已经描述出来了 那么我要给出的第二个提示语呢 也非常的简单 大家想要提示词的朋友呢 可以在描述栏给我留言 那我想要绘制龙猫的场景 龙猫与孩子们在小溪边 游戏 机器玩水 周围呢是翠绿的竹林 和鲜艳的花朵 优化一下这段描述 增添细节让它更有一个画面感 中英文对照版本回复 这里为什么要选择中英文对照版本 给它讲一下 因为我们用米金里也好 用雷拉朵也好 你绘图呢 它都是需要一个英文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让它出来两个版本 这里我们的一个提示语完全不用我们自己去想啊 全都是AI帮我们生成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提示语 请用艺术专业名词优化一下这段描述中英文对照版本回复 这上面啊它我们还要再专业一点 OK可以看到现在呢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提示词了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粘贴这个就可以了 接下来打开一个米金里 当然了这里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米金里 或者说你想要升级一个米金里账号 都可以去描述栏 那么可以任意打开小油的一个视频呢 在下面呢都会有一个升级的一个教程啊 在这里呢有一个啊 你可以使用一个具体银行卡来升级你的一个GPT或者米金里 链接在描述栏 这里呢你如果说不想用米金里 当然你也可以用雷拉朵 这里我打开一个雷拉朵 这里同样粘贴我们的一个提示词 这里直接点击一个绘图 那这里我也用米金里来绘一个图 那我个人小油是喜欢用米金里 我认为米金里它的图是非常高清的 那它的画面呢也更加的清晰 只要你的提示词给的到位啊 朋友们小伙伴们 只要你的提示词给的到位 那画出来的图片啊 风格都比较统一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用雷拉朵画出来的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效果呢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里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米金里会出来的 那么可以可以对照我们雷拉朵画出来的 雷拉朵它的场景呢相对于来说呢会稍微简单一些 我觉得米金里会出来的呢 它的场景里面的一些细节呢更加的到位 那么这里呢我们不纠结啊 喜欢哪一个你就用哪一个 接下来呢这个画风还是比较统一的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啊 这里还没有完 那么我的第四个提示语又来了 用上面的这种优化方式呢 再帮我写出龙猫与孩子们 出现在不同的场景做不同的事情的五个画面 OK发送 那我们要去制作一个视频 那么肯定是需要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画面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多一些画面 那当然你可以让它给你做十个画面啊 二十个画面都可以 速度是相当的快 OK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还得 不能立马就去绘图了 那让它再用一个艺术专业名词优化一下五个描述 中英文对照版本回复 那么我们把这个细节做得越到位 那这个图片呢就更漂亮 如果说你要求更完美 那你甚至还可以让它再优化 如果说你懂绘图的话 那么你可以让它按照你的要求 再给你进行一个优化 OK那这里我们的五个场景有了 这里没有完啊可以看到场景三 没有完的情况下大家不要着急 让它继续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有五个场景可以看到这里只出来了三个 OK啊我说五个场景它还帮我多写了一个场景 这里其实GP4O大家不要小瞧它啊 它可以直接绘图 那么我可以直接让它根据以上画面 把我分别画两张图片 或者五张图片啊 这里尺寸16-9 那么我们又来看一看GP4O的一个做图能力 已经出来一张了 那这里我分别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得不说漂亮 真的非常的漂亮 这个是GP4O画出来的 看一下第二张 这场景真的绝了啊 这个天空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场景真的非常的漂亮 每一张小鱼都非常的喜欢 那这个是在麦田里啊 不同的场景 这在小河边 那在草地上 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画面 这里喜欢的话 直接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个下载 真的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说你用的是GP4O 那你就直接用它绘图了 你都不用密尽率啊 什么的拉斗这些了 那接下来呢 我还是需要让它 还有我们的最后一个提示 于根据以上场景呢 再给我写一个关于龙猫和孩子们的故事 对应 五个画面 OK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生成一个视频 那趁着它生成了这个时间 小鱼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画图啊 真的 风格想要统一啊 这里你一定要 一定要给它一个统一的风格 那么图画的好 你看这里 包括一个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米金里绘出来的图片 那这个是米金里绘出来的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的一个 我觉得啊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米金里画的 当然你喜欢哪个 你就用哪个啊 这个这个场景的细水啊 非常的不错 那么这个呢 它是属于一个插画啊 大家如果说你不管你是做视频也好 哪怕你就是把这个图画的非常的漂亮 小鱼教大家一点 你可以用这个图片来变现 那么怎么变现呢 这里呢 那小鱼上一期视频给大家讲过 通过一个Fiverr 一个兼职平台啊 我们在上面可以有很多的一些 副业项目啊 比如说在这个Fiverr上面 你可以把你的图片 放到上面呢 来进行一个售卖赚钱 这上面有很多都是用AI画出来的 你不管画logo也好 画一些漂亮的图片 可以看到你都可以拿到这个上面来 卖你的一些设计图 那这里可以看到第一个选择 给大家看一下Fiverr上面的啊 这里相关链接呢 我都放在了下面的描述栏 这个Fiverr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 往下可以看到这里艺术与插画 你可以把你的画好的一些插画 直接给它放到上面 我们点击这个插画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里面有很多图片啊 它们其实都是用AI生成出来的 这些插画真的 你直接放到上面 你看这些价格 可以看到这些插画 这个插画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在这里啊 一个基本的一个插图 加上一个高分辨率 没有背景 它的一个价格14 这是最基础的一个 都可以卖14美金 还有一个标准的更高 最佳的一些插图 所以说这个AI绘图啊 只要你会用一些提示辞针呢 可以让它来为我们变现 那接下来返回啊 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们这里的一个提示语呢 不是提示语啊 这里我们的一个故事就已经有了 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视频 在这里如果说 你可以去把它用一个 11nabs 把这个呢 文本给它转成一个语音 那如果说我用的是一个Fleeky 那我这里 它里面有很多的配音源 Fleeky呢 其实是非常好用的一款 AI视频生成工具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用它就可以了 直接帮我们来生成视频 那我们还需要做一步 把我们刚才复制的这个 故事呢 我们到这来给它分一个段落 那我们把它分得越细呢 那么我们可以多插一些图啊 那这个就更有看点了 我们就简单的一句一段就可以 OK 然后就这样直接粘贴 那这里Fleeky的一个链接呢 我也放到了描述栏 大家可以去直接点击啊 这里你可以选择暂停 把那个Fleeky呢 进行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这里你直接登录一下 用你的一个谷歌账号 这些登录一下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进来 它的操作模式非常的简单啊 这里我们只需要 这里创建一个文件夹 这里我们选择一个视频 那这里是一个音频 我们选择视频 这儿 输入一个插画故事 我选择一个中文 简体中文 这里比例啊 选一个16比9 那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脚本 你也可以选择空文件 那我这里有脚本 我就选脚本 就点击下一步 把我们刚才的一个脚本 给它复制进来 那这下面这些 我们就不用去动它 我们是生成视频 我们这个就不管它 直接点提交 那在这里呢 你可以把你刚才制作的一些图片 全部给它保存下来 我们这里用密尽力的话 我们就点一个U1把它放大 U2 每一张都给它放大 那我们这里放大 给它进行一个保存 OK 那接下来回到FREAK 那这里呢 我们就要把里面的图片 全部给它进行一个替换 那我们可以根据对应的一个提示词 它的一个文本 来找到一个对应的一个图片 我们点击这里后面有一个图片 可以看到在这个后面 它是有一个像图片一样的 我们点一下 是在家门口的草地上玩耍 那就这个 那这里看到有一只龙猫 那我们就点这个 这里它是要跟龙猫去探险 来到一个草 开满花的一个草地上 那这里你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图片 我们点击一下 这还是在这花啊 非常的多 这里有个上传文件 点这个 你就可以把刚才的图片传进来 追蝴蝶这里 看一下 那龙猫也开始活动了 最后是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风景 OK 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图啊 如果说我们想让我们的视频的点击率 或者观看率 或者说我们视频停留时间更久 让观众 那么我们的图片一定要 我们的文本呢一定要短 插的图呢一定要多啊 让顾客不要再 让观众呢不要在同一个画面呢停留太久 不然他会视觉疲劳啊 比如说像这种 那这里我们还可以给他再添加一个场景 比如说在这里有一个添加新场景 我们点一下 那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一段看一下 把它截一下 counter加x把它剪签 给他又添加一个场景 看一下 那这里我们还可以添一个图片 那这里就多了一个场景了 你可以进行调整啊 这里你可以啊 这下面有个添加新场景 这里呢还有个复制场景 还可以删除 比如说你不想要你可以删除 接下来我们旁边的配音员 我们给他换一下 那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麦克风 我们这里点一下 它跳出来了 这里有一个小眉 这里有个小眉 我们点一下 你可以听一下这是里面 Fleaky里面自带的一些语音 当然刚才小月也说过 你可以去这里呢 你可以去克隆你的声音 我们需要升级才能克隆我们的声音 你也可以呢 去用一个ElevenLabs呢 去进行一个语音克隆 那么就是这个 ElevenLabs你同样可以把你的 把你的提示语粘切到里面 直接让他帮你啊 他这里面有很多种语音 这儿大家可以听一下 Fleaky帮助您使用BJ Fleaky可帮助您在不到一 OK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非常萌 一个小孩的声音 我们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跟孩子们看的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 Fleaky可帮助您 选好之后呢 这上面可以看到 它有个语音风格 我们点击看一下 有一个违和的 有一个聊天的 我们就点下面这个 它两种风格 它说话的风格就不同啊 往下拉 这里有一个适用 把它运用于 所有的场景点一下 点击一个选择 那当然这边的文本呢 可以看一下这里 当你选中一个文本的时候 在这边 在右手边这边呢 可以看到 你可以调整文本 你可以显示文本 也可以不显示文本 包括文本的大小 字体的一个粗细 这些你都可以看 都可以改 包括文本的颜色 这些都可以改 那这里呢 我个人觉得呢 它也可以配文本 也可以不用配文本 这里我们可以预览一下 可以看到 在中间这里呢 它就是一个预览的 这里可以预览一下 包括这里面的音乐 其实大家也可以换啊 你看在这个上面 这里有个BGM 我们点进来 这里你一样 这里面可以看到 它里面有很多音乐 你可以替换 先听一下哈 当然这里面有带锁的 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带锁的是 一个付费才能使用 所以我们用不了 我们可以点免费 这儿呢 你还可以自己上传 这里选择你自己上传的 那么直接点了 就可以进行一个替换 再听一下看 在一个宁静的清晨 苏智和梅智兄妹俩 决定去森林深处探险 他们带上 可以看到它有帮我们 配一个文本这里 这个字体颜色你也可以改 OK 可以了的话 这里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 免费版本来只能选择一个720P 如果说你想要高清的一个分辨率的话 那就需要考虑一个付费计划 那这里一个MP4 这里点击一个开始导出 那么看完这期视频 朋友们 你们觉得 绘图简单吗 做视频简单吗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真的 有了AI的一个加持 真的 我们做任何事情 你是零基础也好 你是新手小白也好 都可以轻松的创建一些视频 并且可以通过这些AI来做一些副业项目 视频的相关链接 小鱼都放在下面的描述栏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点击打开 这里你还没有订阅小鱼了 记得订阅 可以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那你还可以看小鱼的其他视频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成品效果 在一个宁静的清晨 苏子和梅子兄妹俩决定去森林深处探险 它们带上了龙猫 那只巨大温暖且神秘的生物 它们走进茂密的森林 高耸的树木形成了一个苍翠的天棚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撒下斑驳的光影 营造出一种意义的氛围 地上覆盖着厚厚的落叶 偶尔有几只小动物在棺木丛中穿梭 仿佛是在演艺场自然的交响乐 苏子和梅子兴奋地发现各种昆虫和奇异的植物 龙猫用它庞大的身体为孩子们开路 孩子们在它身后欢快地奔跑 整个场景充满了探险的刺激与自然的美妙